哈喽大家好,我是饕餐 想要馒头渲染好吃,只放酵母和白糖是大错 那今天饕餐就把这个卖了30年馒头大叔教我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出国后,各个圆润饱满,不塌陷,渲染又好吃 大碗里咱们先取500克干面粉 家里有啥面粉,咱们就用啥面粉就可以了 265毫升的温水里加入3克酵母粉 1克小苏打,3克白砂糖,3克食用盐 用少的搅拌搅拌,让其加速溶解 然后分测倒进面粉里,搅拌成面絮状 温水和面不仅能缩短面团的饧发时间 还能让饧发好的面团更加的舒适做孔 一直要搅拌成这样软硬适中的面絮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大碗里已经没有多余的干面粉了 咱们再下软件面絮团成光滑不沾手的面团 要做到面光,手光,盘光 放在面垫上,好好的揉一揉 将面团里的面粉和水分充分的混合在一起 一直揉的面团表面光滑,没有明显的颗粒感就可以了 放进碗里,盖上盖子,醒发到原来的两倍大 面垫上撒点干面粉 将醒发好的面团放在面垫上,简单的揉搓排下气 等二次醒发的时候,酵母精就会重新的分布 再搓成粗细菌的长条 用刮板分成几个大小菌面剂子 面剂子的大小呢,120克左右就可以了 也可以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来定 面垫上撒上多多的干面粉 将面剂子放在面垫上,好好的揉一揉 这也是馒头渲染好吃的关键一步 咱们最少要揉100下 然后用手搓一搓将馒头生坯搓高搓细 醒发好后就会塌下来,变得白白胖胖的 将做的生坯一次放进蒸屉里 一定要留好中间的空隙了 盖上盖子,醒发40分钟 时间到了,咱们馒头生坯也醒发好了 盖上盖子,上汽后蒸18分钟 揭开盖子,咱们的馒头也蒸好了 个个白白胖胖,蓬松又渲染 咱们取个热馒头,从中间掰开 再加上满满的两大勺油泡辣子 看得人真的是直流口水 一个字真香 喜欢小伙伴,赶紧尝试吧 我们下期再见